今天我們一起來慶祝臺北海洋科技大學創校 56 週年 還記得 2016 年的時候 我剛剛當選總統就來參加我們學校的 50 週年校慶 當時就深刻地感受到 校方非常努力落實學友合一 為學生提供專業的課程訓練 強化跟職場的連結 過去 6 年來 我們也看到臺北海大不斷進步成長 除了持續推動產學合作 學校也從技術學院升格為科技大學 致力於充實教學資源和研究的能量 我要感謝林董事長和林校長 以及所有教族同仁的付出 為臺灣培育許多專業人才 進而促進臺灣海洋產業的發展 唯有注意到 臺北海大跟臺灣海洋大學 高雄科技大學共同組成的海洋聯盟 宣示今年為海洋教育元年 不論是針對海洋政策 海洋科學 或者是行業的領域 三所學校都會加強合作交流 同時 學校之間也能夠跨校來修課 共享各類的訓練設備 我相信透過跨校的緊密合作 互相交流資源 將提供十分更多元 更豐富的學習機會 對臺灣的產業發展 也會有更大的貢獻 海洋是臺灣最重要的出入 這幾年來 政府成立了海洋委員會 積極推動海洋事務 也設立了國家海洋研究院 加強培育我們海洋人才 在臺灣海洋事務的發展這條道路上 我要再一次感謝我們臺北海大的支持 努力培育我們海事和商業的專業技術人才 我也要祝福校務真正日上 持續恆勃發展 謝謝大家 謝謝